我把我们这边藏族姑娘的嫁妆 都给你们一一看清楚 你们想好怎么回礼了吗 今天拉姆又来逛街了 因为我之前那个1600的帽子给忘带了 要这个样子天天不带帽子出去的话 可能要被晒黑了 所以先买个帽子 然后这不是入冬了吗 再买个外套 那种里面有毛毛的那种 穿着也方便 天天穿藏袍可能就不太方便 这个是80块钱 外地人可能逛街的时候 逛的应该是潮牌店 但是我的话几乎都是藏庄店 逛了很久 就是没有买到合适的藏庄 突然逛到这个首饰店 想到就是之前有很多人问我 就是你们藏族人就是带一些首饰啊 会带什么 其实啊在这边的话 我们女孩子的话 可能就带的多一些 把家里比较值钱的真青白银 珊瑚麻麻 可能就带在女孩子身上 就显得这家富裕一点 终于找到一家了 200发 就是平时的话 下面变装穿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家也认识就 这家富裕一点 这家富裕的东西就在家里 我们家富裕一点 我们家富裕的东西就在家里 许多洋 那他在家里面 这一家富裕的东西就在家里面 这个人很久没有 对 这家富裕的东西就在家里面 这家富裕的东西楼 我只是想 我只是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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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家讲到250 我说给他251 他说给260 买了个外套 买了个帽子 都不想出去 你们知道吗 我又对那个黑色的挺喜欢的 又对蓝色很喜欢 纠结了好久 最后买了蓝色的 是不是每个女孩子 都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就是问我 就是这个珊瑚怎么辨别 其实那种越完美的 它就不是真的 上面有一些残材 它就是真正的珊瑚 我们家中啊 都是有这种 藏式的这种珊瑚呀 绿松石呀之类的 那是不得动 谢谢我这个 谢谢 这价值 价值七万 嗯 今天我们的价值 嗯 热热热 可以开的 可以拿进来 刚刚拉蒙被搭讪了 我以为是我的粉丝 因为平时都会遇到一些粉丝 没想到他看上的不是我 是我的天珠 他问我这个卖不卖 我说我不卖 马上就逃出来了 所以就是几乎能看懂这个天珠的 就应该会知道这个天珠的话 虽然它不是什么特别贵的那种 但是就不能上万啊 这个 所以我现在把它藏起来 今天我身上最值钱的一个 那个叔叔的脖子上带了很多东西吧 他说总共的话他算不出 我看的话价值好几百万 但那个珊瑚是真的 我们就一看能知道 如果就是想带着玩的话 就买一些仿的带上也会很好看 但是就是如果想买真的的话 尽量选择我们这个冲赛康这边 这边的话真的比较多 这边如果卖假的 然后举报的话会被抓的 所以这边大家都会选择一些真品 才来这边买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把我们这边藏族姑娘的嫁妆 都给你们一一看清楚 你们想好怎么回礼了吗 拜拜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